南山人寿裁员225人 称优退 南山人寿去年大赚164亿元 昨日却金爆裁员225人 论台集团2011年8月入主南山 总裁尹燕良曾承诺 两年不裁员 如今才刚满两年 苹果就接获爆料 号称幸福企业的南山人寿 以无预警的方式支遣员工 爆料说这波大裁员 是由高阶主管一个一个约谈 以烤鸡不好为由 告诉你被裁了 然后要求马上离开 但有些员工连自己烤鸡都没看过 是骂做法太粗糙 不动产部裁掉三分之二员工 财富最大 很多员工是周一到公司时 才发现无法登录电脑 所有工作都停摆 只能玩手机或无所事事 爆料还说裁员过程 完全不符合劳基法规定的通知期 而且之前大多数 是AIG时期资深员工 年值超过十年 甚至有年值二十年的离癌员工 南丹工会证实 此波台员都是内勤人员 共225人 过南山辩称 是细效考核较差的人离开 所造成的误会 若是离开的同事符合退休条件 公司会给予优于劳基法的条件 南丹工会只表示 目前尚未接获会员正式申诉 将密切注意公司裁员是否影响会员权益 新款会官员主管说 南山是针对考核最后面的5% 远200多人做优退 留给一个月预告工资 还加发两个月离职金 算是符合劳基法 台北市劳动局则说 并未接获南山劳工投诉 及公司知遣通报 如果南山无重大业务调整 或紧缩事实 就任意知遣员工 劳动局将依法处理 动新闻 感谢读者爆料 给您三颗苹果报导